年又开始了 季后赛又开始了 总决赛终于开始了 每年球迷在某个特殊的时间点 都会发出这样的叫声 并为自己支持的球队加油打扣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有一个特殊的年份 也就是2019到2020赛季 有一支洛杉矶的球队 在遥远的东海岸奥兰多 通过ESPN的数字信号 在梦幻的迪士尼世界里 成功夺冠了 如果我问你为什么 你当然会很不屑地跟我说 因为疫情 大家要在尽量开口的地方 是的你说的没错 那么为什么是迪士尼世界 不是拉斯维加斯的赌场 或者是洛杉矶的好莱坞影城呢 这些似乎会更合乎那些 亿万富翁的大牌球员们的胃口 偏偏挑了一个儿童乐园 似乎和这群肌肉男很不相称哦 那么这一集我们就来愁思剥茧 看看为什么迪士尼最终夺魁呢 NBA在2020年 正式通过了复赛方案中 联盟会将22支球队送往奥兰多的迪士尼世界 参与剩余赛季的争夺 等等刚才那句话似乎听起来哪里不太对呢 我说起来也有点绕口 是的 那么就请你先订阅点赞后 我再告诉你原因吧 OK 在我们的中文语境中 通常说的是迪士尼乐园 不是吗 之所以你会听个别扭 我说的是迪士尼世界 不仅仅从翻译上说 奥兰多的迪士尼公园 是称为迪士尼World 世界各地一共有6个迪士尼公园 洛杉矶 东京 巴黎 香港和上海 它们都只能叫做迪士尼人 也就是迪士尼乐园 但只有奥兰多的迪士尼 被称为迪士尼世界 初始总投资就高达4亿美元 全球第一个迪士尼主题公园 从1971年开始 在奥兰多正式对外营业 其占地面积就高达124平方公里 相当于上海迪士尼的30倍 要知道整座奥兰多城市面积 也不到295平方公里 曾经我也去过香港的迪士尼乐园 大体上一天玩下来 时间已经非常紧迫了 而据说在奥兰多玩一趟迪士尼世界 可能需要一个星期 它们拥有4座超大型的主题公园 两座水上乐园32家度假酒店 可以同时提供5000个房间 供运动员球队工作人员 甚至随行家属使用 除了诸多娱乐设施 和强大的酒店接待能力外 迪士尼于1997年 耗资了1亿美元 建立了Whiteboard of Sports Complex 每年中国也会派自己的中学生 去参加那里的少年NBA锦标赛 这里涵盖了足球场 篮球场 棒球场 田径场 等多种大型运动设施 以篮球馆为例 其中会补中心的球馆 此前就曾经举办过大学篮球比赛 另一个VISA中心 则可以改造成6块训练场地 虽然只能容纳5000名观众 但场地设施一流 反正NBA宣布的复赛规则 是实行空场比赛 不能有观众观看 那么观众席的数量 就根本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了 在这个中心 篮球馆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此外能承办演出活动的场馆 可以在必要的时候随时改造成 一路个篮球场 而且所有的场馆都符合 NBA官方要求的所有转播条件 这是迪士尼当初拥有的最大优势 把转播的硬件设施问题 降到了最低 顺便提一句 NBA的总决赛直播权 并不属于ESPN 而是等一会儿我们会提到的 ABC 美国广播公司 它是原ESPN的母公司 现在也是迪士尼集团的一员 OK好吧 既然我们已经提到了ESPN 那我们就来介绍 这个大家都熟悉的体育品牌吧 它就在这场封建联姻中 起到了美婆的作用 说到体育赛事转播 看比赛找ESPN 这几乎是所有体育迷们的新生 ESPN英文全称是 Entertainment Sports Programming Network 翻译过来就是 娱乐与体育节目的电视网 但是在中文世界里 大家还是习惯于叫它ESPN 这是一间24小时 专门播放体育节目的 美国有线电视联播网 于1979年开播 经过30余年的发展 ESPN已经成为 全球体育传媒第一品牌 在美国三大电视台 ABC CBS和NBC 垄断体育电视的背景下诞生 经历6年的亏损 最终ABC以2.27亿美元 收购了ESPN的85%的股权 之后因为在ABC的旗下 ESPN有了底气 公司在1985年 通过会员费的涨价 首次在财务上实现了盈利 主要预提的是 会员费这种商业模式 就是ESPN的首创 1987年 ESPN终于与美国第一联盟NFL 签订了转播协议 也就标志着 它终于成为了主流体育媒体 ESPN是吸引人的 在发展初期 就碰到了ABC这样的巨头加持 使得其前期就有足够的资金进行投入 不断累积上游内容和版权的资源 最终成为了一线体育媒体品牌 1996年 迪士尼宣布以190亿美金收购ABC集团 这样ABC以及旗下的ESPN 就变成了迪士尼的子公司 之后 ESPN给迪士尼带来了强大的营销渠带 而迪士尼的内容资源 则给ESPN品牌增光天才 互相都增加了用户粘性 其中ESPN的旗舰节目Sports Center 也开始在迪士尼乐园进行拍摄 而迪士尼电影中也经常会出现ESPN的营销内容 我们再来说说NBA 看看他与ESPN的特殊关系 时间来到了2014年 亚当·肖华接替大卫·斯坦恩 成为NBA这个世界上篮球水平最高的职业联盟的新总裁 这位52岁的男士上任仅8个月就给NBA带来了一个超级大的礼物 NBA和ESPN、TNT达成了9年240亿美元 年均26.66亿美元的新转播协议 虽然转播商此次付出了比较旧的合同近三倍的转播费 但在ESPN的远中这笔巨资是值得的 它不仅延续了他们和NBA长久以来的良好关系 也对体育电视转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ESPN去额的转播费对NBA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球员薪水将大幅上涨 根据现有的NBA劳资协议 球员可以得到篮球相关收入的50% 由ESPN率先出资的新的转播协议 2016年夏天生效后 平均每个赛季可以分工给球员作为报酬的薪资 增加了17.4亿美元其中的一半 也就是8.7亿美元 这就是为什么在2015年自由球员市场一开放 单单首日就产生了27比续约或者是签约 总金额约26.5亿美元 其中价值超过8000万美元的合同就有8个 美元好像在NBA就贬值了一般 各支球队挥舞着支票 开出了一份又一份的天价合同 来诺尼戴维斯签下了5年1.45亿美元的合同 合同总金额创造了NBA的历史记录 NBA也因为ESPN的签约 进入到了新的金元时代 要知道还在继续履行着 之前球员合同的当年的MVP 史蒂芬库里 2016年赛季的年薪仅仅在全联盟排名第59位 其次多数NBA球队将达到盈利的状态 之前NBA各支球队收益不均 特别是一些小市场球队会损合达数千万美元 新电视转播协议会让每支球队每年比现在多收入8.7亿美元 也就是刚才说的17.4亿美元分给球员后的另外一半 这足够填补他们的损失达到盈利的状态 所以说了这么多 聪明的观众一定猜出了一点端倪 激烈的NBA 梦幻的迪士尼 体育直播太陡 ESPN 因为一场习奇全球的疫情 让这个似乎大多数人看起来 风马牛不相及的三个品牌碰撞到了一起 在NBA负赛地点的角色中 作为这段关系的桥梁 ESPN拥有天价的NBA电视转播权 ESPN和迪士尼兰又属于同一集团 更准确的说 ESPN就是属于整个迪士尼集团的 2019年参与转播NBA的电视公司 包括ESPN在内 光靠广告收入就获得了15亿美元 因此2020年 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 对ESPN和迪士尼的冲击非常大 即使比赛重启 损失依然是很惨重 但比赛若是完全取消 那亏损的将是不可估量 而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 世界六大迪士尼主题乐园 史无前例的全部暂停营业 原本在那个时候 即将上映的重磅电影 《华姆兰》《黑管夫》 已被纷纷延期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此前的报道 2020年4月底 在电影产业和游乐园产业 损失惨重的迪士尼 股价直线下跌 市值蒸发超过78亿美元 超10万名员工 停发工资 迪士尼更是计划通过发行债券 筹集60亿美元的资金 以缓解其现金流的紧缺问题 虽然比赛是空场 没有门票收入 但NBA这个牌子 它是非常诱人的 在家闭关的球迷们 已经在家憋了好几个月 没有球看 加上本身生意萧条 能主办NBA比赛 即便是宣传自己 也是增加收入 也能为不久之后的 重新开放 热身 早逝 这样我们就能理解 迪士尼是多么希望 通过ESPN 能让NBA赛季尽快重新 所以在疫情下 大家的日子都跑过 那么似乎印证了 中国的那句老话 肥水不流败人田 最终完全建在郊外 占地面积大 并是整个独立王国的 奥兰多迪士尼 胜处 对于注冠了五星级 超级豪华酒店的 NBA球员们来说 落败的赌城 拉斯维加斯 拥有更好的酒店设施 NBA每年还要在那里 举行夏季联赛 所以不怪人们会猜测 桑叶利益 在其背后的巨大纠葛 就算那些NBA球员 平时就喜欢去赌城度假 而这次 必须在ESPN体育中心比赛了 玩不了轮盘赌 那就只能试试 旋转木马了吧 不管是呐喊 还是牺牲 少了一些现场比赛的气氛 也许是一种遗憾 反正 对于我们大多数 海外的观众来说 基本都是在电视机上 观看着NBA的比赛 8020年 这个不怎么走运的年份 甚至在之后的2021年 还能看到自己喜欢的球队 喜欢的球星打球 对于球迷们来说 也还算是幸福了吧 我是好车胖 这里是好说好说的节目 喜欢就订阅分享吧 我们下期见 拜拜